一個造假節目的老頭 他真是演藝圈的 很多製作人 連真的節目都做不好的 是 更別說假的節目 能夠把假的節目做到登峰造極 所以我說我把它歸納出一個名詞 我不承認那是假節目 我稱之為 我相信這個理論 不斷的在節目中推廣過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而已 的老頭 所以我真的不怕得罪網友 我經常去定義網友 網友是什麼呢 網友 你完蛋了 所以呢 所以... 所以我為什麼因為你 勇敢的反對網友 因為網友 然後不誠實 不負責任 快點點香 快點點香了 不然你自己在網路上 背人家這樣子 我覺得這些 造假節目 這是這樣子喔 對 大部分的製作人 我先把它唸出來 一 一個造假節目的老頭 他真是演藝圈的 老師這樣我來之前有看過腳本 所以我很反對老頭 所以我今天才這樣穿 穿起來 應該怕冷的老頭 穿起來 應該怕冷的老頭 穿起來 你不要穿啦 七六五啦 七六五 堅持 本來還是老頭而已 要到底就對了 這樣到底就對了 這樣到底就對了 好 來...到底囉 來 收起來 很多製作人 連真的節目都做不好的 是 那更別說假的節目 能夠把假的節目做到登峰造極 所以我說我把它歸納出一個名詞 我不承認那是假節目 我稱之為 我相信這個理論 不斷的在節目中推廣過 對 那還有一點 節目重視的是娛樂效果 是 節目不分真假 你管他好笑不好笑 貓你只管他會不會抓老鼠 對不對 你不要去管他 愛吃還是不吃 是 這盤就是這樣嘛 節目做給誰看 節目做給觀眾看 那觀眾看了可以會心裡笑 哈哈也笑 那我們利益眾生的目的 就達到了 你讓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 你這樣一番話之後 我們會做第二集 因為你有更多KP就來了 沒錯 OK 好 第二項 字幕將從事電視工作十五年來 在他節目中 所有女星走光的影像 全蒐集成一卷錄影帶 女星文之色變 有人譴責變態低級 這個... 這個就答案 聽我講... 對不對 這一段傳聞來自於那個某報 某報 那我們現在當今社會的報紙 套去憲哥講的 只有日期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這一段呢 完全是該名記者 那個... 那個姓宋的記者的不實報導 自我幻想 是... 當時我們在錄那個 百戰大勝利的時候 然後因為女明星 經常會走光 可是切記那個走光 不是說什麼露三點 露什麼...小森林 就絕對不是那樣的 頂多就是比方說肩帶啦 或者乳溝啦 或者是那個內褲的一角這樣子 是嗎 是嗎 真的嗎 然後呢 然後錄影過程... 當然因為那個都有錄在袋子裡面 但是你現在講的喔 我們現場在座的都已經不相信人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過那個飛 你露點跑出來那個 好像是你們流出來的 你露點跑出來 那...那個已經是我們 然後... 聽我講... 這個一定要讓我曾經 因為我可以容許那個... 對我的表演方式的負面評論 但是我不能容許人家對我 你連這個也要學人家嗎 那個節目後來就錄... 錄到一個尾聲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剪接師就用感念說 這幾年來的一個 跟我們長期的配合跟相處 所以他就把過去呢 他印象所及的那些走光的畫面呢 就剪...收集在一個光碟裡面 在最後一集錄影的時候 眼眶泛紅 含著眼淚 一一的拿去給說攝影師大哥你好 我們以後可能不見得可以見面了 這個是我送給你的禮物 送給導播 然後當然也送給製作人一份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很多人那個大概 copy了 快二十五張光碟 那...所以不是我收集的 是工作人員剪輯成精選集 OK 到莫言為止 相信他解釋的舉手 你... 外面這樣買多很舉手 沒有 解釋成這樣 然後沒有人舉手 你還要再講下去 我要講下去... 因為我聽過那個 玉琳哥的工作人員講過 像什麼分手擂台幹嘛 那種以前的節目嘛 玉琳哥都不會去盯檢 但是像那種戶外的那種 會穿幫 會露點 玉琳哥一格一格找 我要這段判斷 那是我們苦悶的節目生涯當中 唯一的樂趣而已 我們進這行不就為了這個嗎 我們不是... 所以你憑良心講了 有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這個事情 真的沒有這個事情 那個是工作人員剪輯的 一個精選集 我覺得他真的很 上節目每次聊的 都是同樣的事情 常常鬼打牆 剛開始還滿同情他 但演太多次覺得很煩 他是不是有趙玉琳 趙玉琳是趙正平啦 不是他 對 這個我真的有話要說 我以前剛開始在錄通告的時候 就是說總認為說 同一個笑話不要在第二個節目 再繼續講 對 那後來我發現呢 我們的前輩藝人 他們同一個笑話可以講一百次 那我想說 我也不過才重複一次 應該沒關係吧 對 而且你說 人生 人生本來就比當歸還成 這個... 人生比較細啦 對 而且我剛剛還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對 而且我剛剛還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你不會懂的 你什麼話 你一懂今天事情就怪異了好不好 人在一生當中那麼多故事 那你一個禮拜要錄四五個節目 真的 還不得了 我都把預知下輩子 我都把下輩子的故事拿來這輩子講 但是你為什麼要上網反擊人家 上網反擊人家 沒有啦 我其實喔 像各位可能 不是 你怎麼做都不承認 沒有啦 沒有啦 就這樣子了 在座各位可能都很怕網友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藝人 他們靠觀眾 觀眾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但我不是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而已 的老頭 所以我真的不怕得罪網友 我經常去定義網友 網友是什麼呢 網友是 你完蛋了 好可憐 所以呢 所以我為什麼 因為網友 神經病 變態 有毛病 然後不誠實 不負責任 沒教養 沒文化 沒有 快點點香 快點點香了 再不點來不及了 快點香 神病呢 他這樣講後面一定要補充 那是其中的一部分 對不對 當然啦 因為一個環境 他都一定有分理智跟極端的 你當初反擊網友的內容是什麼 我講一個前提 我很少真正為了自己的事情 比方說像這對批評 我就當成神經病就好 我們怎麼會 我們怎麼會去跟狗鬧脾氣呢 其實我真的從來不會 我個人的部分 但是我倒是還滿有正義感的 對 那個時候小鐘在主持齊天大勝 是 那有一段時間很奇怪 就是幾乎每天照三餐 不斷的有同一票人 一直不斷的攻擊他 那他是我的節目主持人 如果他不好 其實我的節目也不會好 所以我認為必須要仗一隻眼 那他們內容又很 讓我覺得很荒謬 他們說 每次看到小鐘就很討厭 他的笑聲 為什麼永遠這麼的猥褻 對 小鐘的笑聲是猥褻沒有錯 但是你不需要這樣子 今年累月三分兩次 這樣子去批評人家 然後那個網友很厲害 也頗專業 他可以調出我們媒體的 我們媒體的收視率 沒有聲 而且是正式的爆點 誰在接 沒有擔心 網友沒有來到現場 網友現在已經打電話進來了 兩台車已經在樓下 網友現在已經打二十鐘 電話進來了 我剛剛有看外面的製作廠 一直在Cue東西好像感覺 因為我們那個網站 現在已經帳報 不是 不是 我是擔心你們後面 會有兩隻熊貓跑進去 還好啦 熊貓都在這裡 自從上次錄完之後 我一直有一個... 音樂還你知道嗎 我不誇張 我講個奇怪 我回家睡覺 當天晚上我做夢 熊貓不要來 熊貓不要來 然後我女朋友摟著我說 玉琳怎麼了 我怕熊貓 我怕熊貓 分屁